大家商業化 簡化非常多細節 我們開空氣清液機 把塵蠻濾進來 飛不起來怎麼濾進來 對啊 所以不可能 我想請你來定義一下 環境健康是什麼 大部分會讓我們生病的 甲醛啊 病毒 細菌 黴菌 這些都是有機物 碳氫氧化學劍 斷個劍它就不是原來的東西 理工男的思維 真的是跟我們醫生很不一樣 光觸媒就像小三一樣 他不參與反應 他會激活反應 你把它做到一個 空氣清淨機的概念 然後是光觸媒 我第一個想要挑戰你的 您看到可能就怎麼打 可是他 大家好 我是初日診所院長 宋彥仁 宋醫師 今天我們要談的題目 還蠻特別的 跟我們初日診所 創立的初衷有關 初日的英文名字叫做 Genesis G-E-N-E-S-I-S 有點像聖經的創世紀 但我們把這個Genesis 賦予很多的意義在裡面 今天要跟各位邀請的專家 是交大的理工男 他是台灣光觸媒產業發展協會的理事 我們先請李總介紹給他自己吧 謝謝宋醫師 理工男 交大理工男 這個標籤在身上已經二三十年拉不掉 因為讀書也在交大 工作也在組科 然後現在創的公司也還在組科 所以一直是交大理工男 離不開這個標籤 你為什麼會從理工男投入到健康領域呢 這個其實跟家人有很大的關係 我從小也是過敏長大的小朋友 然後邊讀書邊醒鼻涕這樣長大的 所以當我有小孩之後呢 我很怕重蹈覆塵 我就從我的角度去好好的理解 這個過敏怎麼產生 然後除了次藥之外有沒有別的 像工人醫學 自然醫學強調的這些 比較自然的方式可以來對待它 然後好轉 那我們其實談到這個過敏 空氣品質 一談到這個東西就是 很多人在季節交換之際 就容易出現過敏的問題 從你的角度來看 不是我們從醫生的角度來看 我想借重你這個理工男的角度 跟研究空氣這麼多年的角度 你的觀點過敏是怎麼發生的 過敏從系統觀來看 它其實就是發炎 但是怎麼發炎 跟我們拿一支槍 把子彈打出去這個過程來比喻好了 打出去就是擊發就是過敏的 但是第一個你要有槍 要有槍管的結構 第二個要有子彈 第三個要擊發這個動作 所以什麼叫有槍 如果這個人過敏機沒有被打開 那什麼過敏原來我也無所謂 我就不是一把槍 所以你給我子彈 我是一個珠寶盒 我就放到珠寶盒 我也沒事嘛 揭選之人的概念 對就是我們叫做過敏基因有沒有打開 可是過敏基因會打開 第一個是父母遺傳佔的很大一塊 第二個是又回到我們做的事情 化學物質很容易影響 這個過敏的基因表現 所以吸入型的 像剛剛講的揮發有機化合物 還是一些毒物或是吃進去的 宋醫師最清楚了 有很多添加物 這些毒物吃進去吸進去 就會把所謂的過敏基因打開 你的人本來是一個珠寶盒 突然變一把槍了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像我們做環境介入 怎麼把這樣的毒物排除掉 分解掉去掉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是一把槍你要給我子彈 那就是過敏原 那剛剛講像塵蠻一個蛋白酶就是過敏原 黴菌也是個過敏原 還有吃進去的這些都過敏原 所以如何排除過敏原 那我們回到環境本身 環境本身台灣就好了 台灣最大的就是塵蠻的蛋白酶 還有黴菌 這兩個如果可以好好控制 這整個環境造成的過敏原 就會排除這第二個 就沒有子彈了 第三個假設不信兩個都有 我變一把槍了又有子彈 也上膛了 但是還沒有激發 那激發就是通常是一些物理刺激 溫度突然改變 濕度突然改變 還有一些精神壓力突然改變 這時候就激發 所以在通常原來不知道前兩者的 都會以為天氣一變就過敏 其實那只是激發而已 如果沒有本來體質已經變一把槍了 被毒化了 也沒有過敏原 這時候再怎麼變對它來講沒有關係的 蠻有趣的 你這個理工男的思維模式跟我們醫生的想法還真的不太一樣 OK 我想請你來定義一下 從你的角度看 環境健康是什麼 舉個例子 環境當中 比如說我們的房子裡面到底會有什麼問題 OK 房子現在有一個特別的議題叫做IAQ Indoor air quality 室內空氣品質 那這個回溯到1983年 WHO命名了一個發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叫做 病態建築物症候群 那主要是空氣 就是不好的建築物裡面的空氣循環 讓裡面居住辦公的人會生病 那症狀主要就是過敏得肺炎 包含COVID其實可能也是以現在來看也是其中一個 理工人喜歡分類嘛 分三大類好了 OK 第一大類其實是化學物質 化學物質像Benzin 油漆裡面會加的揮發劑 或是甲醛建材裡面的黏著劑 這些慢慢都被規範 所以這塊會越來越少 如果用對的建材跟材料的話 那另外一個是物理性的 物理性的像Poticle 灰塵 甚至到溫室度的變化 那這裡也都隱含很多的所謂風險因子 會讓人過敏讓人生病 那最後一個是生物性的 黴菌 細菌 病毒 生物其實台灣最大的問題是兩個 跟過敏也有很大的關係 一個是塵蠻 塵蠻在台灣 這個過敏原佔的八成以上是塵蠻 那台灣高溫膏是很適合它生長 所以族群數量非常的大 另外一個就黴菌 然後黴菌會讓人生病 包含我們看最近很多越來越多研究 講說這個失智症 Dementia 跟黴菌也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都是所謂的危險因子 OK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從你的角度來看 台灣是一個非常多濕的環境 那你現在用的這些個理解 有什麼樣的解決對策可以對我們現在台灣的環境有所幫忙 那空氣品質到底有什麼樣的東西可以改善 OK 那其實有很多因為大家商業化 讓傳達一個概念就簡化非常多細節 那我們今天就利用這個機會把一些細節再把它還原回來 OK 喜歡我們的節目歡迎您加入我們的LINE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完整的訪問內容 好 比如說 塵蠻 我們會對塵蠻過敏 其實 塵蠻一隻還蠻大隻的喔 用放大鏡還看得到 所以它是飛不起來的 對 塵蠻其實還真的就小生物來講 致病小生物來講 是大生物 它其實是昆蟲類 豬型科 是一隻小蜘蛛的 對對對 是一個小蜘蛛類 對啊 蜘蛛缸啦 對 其實不能算昆蟲缸 它是蜘蛛缸的 坊間就說 我們開空氣清淨機把塵蠻濾進來 第一個它飛不起來啊 對啊 這怎麼做呢 飛不起來怎麼濾進來 對啊 所以不可能 所以這個是過度簡化的說法 但是還是有用 請問有用在哪裡 好 那我們就回到說 我們到底對塵蠻的什麼過敏 其實我們人是對塵蠻 在它的排泄物 或是它的屍體裡面的蛋白酶 進到身體之後 跟我們的這個抗體 去做反應之後 就產生過敏現象 大部分會讓我們生病的 除了一些物理性的東西之外 物理性反而好解決 比較難解決的是 是化學性跟生物性 化學性就剛剛講的 甲醛這些揮發有機化合物 有些臭味也是這麼來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生物性的 生物性就病毒 細菌 黴菌 這幾個 這些都是有機物 有機化學 碳氫氧化學劍 所以斷個劍它就不是原來的東西 所以我怎麼把比如說甲醛 甲醛斷一個劍斷一個氫劍 它就不是甲醛 所以本來對人有毒性的 就變成沒有毒性了 本來會臭的 那個阿摩尼亞 NH3 斷一個氫劍它就不臭了 後來就走向這個 所謂特殊的光觸酶這一塊 那特殊光觸酶怎麼去讓 這些化學劍斷掉 我常常講的口訣就是 臭的就不臭了 有毒就沒有毒了 有致病性就沒致病性了 它就來專門對付這個化學性 跟生物性的污染物 這個理工男的思維 真的是跟我們醫生很不一樣 我們醫生很少想到 破壞一個化學劍 就可以改變這個致病原 那你可不可以舉個實例就是說 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達到這個破壞 你剛剛講到 一直提到一個名詞叫光觸酶 是是是 所以可不可以我們來深入談一下 什麼叫做光觸酶 好的 光觸酶或是觸酶 這樣子的機轉 在自然界天天都會發生 比如說我們曬太陽 曬太陽就可以去酶味 所以太陽其實也是一種 光觸酶的概念 它是兩段式 第一段叫做紫外光直接照射 所以它就跟醫院用的紫外光 直接清消 直接照射破壞病毒的細菌的RNA DNA一樣 那個叫做高能量的光能量直接破壞 還沒有用到觸酶 觸酶還要再轉化一次 那觸酶是一種特殊材料 我們回想一下國中理化 反應物箭頭過去生成物 然後這邊反應物的質量會減少 然後生成物變成什麼東西 可是在箭頭上面有個加熱或是觸酶對不對 光觸酶就像小三一樣 它不參與反應 但是它會激活反應 所以它在反應前後 它也不會損失 這個就是小三的特性 那它就是天天在看 它被激活之後呢 光觸酶就是被光激活 一激活之後活性很高 所以它看到這個反應物 有化學件 這個化學件我要偷個電子過來 然後它一被偷掉之後 它結構就崩潰了 所以原來的化學件就會斷掉 是這麼來的 所以這個聽起來有點懸 你可不可以解釋清楚一點 今天也是我請你來的特殊原因 就是這個技術 怎麼樣把大自然界的這些光觸酶 你剛剛講的很多我們的奈米材料 居然可以把這樣的東西 變成一個在室內 可以發揮功能的光觸酶 那光在哪裡 觸酶在哪裡 好的 好 那一種方法就是說 像這個假設這是一個 醫院病房的ICU的環境 需要常常做清銷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 剛剛講的特殊觸酶 噴塗在這個房間的周遭 甚至器械的表面 所以現在這個觸酶 已經變成是一個 可噴塗 一個奈米材料可以透過噴灑 然後再加一點這個coating 鍍膜讓它形成表面的一層 你的意思就是把小三塗在牆上 對 然後給它機會 小三就會自己放 小三可能看到錢 然後這個光觸酶 看到光它就活起來了 然後就一天到晚偷東西 可是我們一般居家不太可能 這樣子學用 那居家怎麼樣把 居家就要變成機器設備 這個光就要更強了 因為我塗料要更強 光也要更強 兩個都很強 我才能夠在更短的反應時間 把這個空氣帶進來的 污染物很快分解掉 OK 所以像我們後來用的光 已經不是一般紫外光 甚至用到真空紫外光 就更強的紫外光 你把它做到一個 空氣清淨機的概念 然後是光觸媒 我第一個想要挑戰你的 或者懷疑就是說 怎麼可能在這樣小的機器裡面 就達到我整個房子的清潔的效果 您看到可能就這麼大 可是它展開可能是一張A3 那麼大的表面積 所以它是很多特殊的結構 攤開來之後 真正的表面積其實是蠻大的 拿那麼大的表面積 氣流一流過去 機器不大 可是一流過去就是 流過一個海豹大小的 那麼大的面積 OK 這個我可以理解 這個就好像我們的肺炮 這兩個肺的肺炮的面積 攤開來有一個足球場那麼大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 可以像這個比喻了 你這個是小三它不會耗損 是 所以你的沒有更換問題 我們沒有更換問題 那你沒有耗損問題嗎 因為它其實裡面的零件 就是剛剛講的特殊光 特殊紫外光 跟這個觸媒跟特殊結構 那觸媒不參與反應 所以如果不去刮它 它又在機器裡面你也刮不到 所以它就一直在那裡 它不會損耗 那光本身一定有壽命的 因為光源用久了還是要換 但是很多年以後的事 所以在很多年以後 我們把它當作很多年之後的維修來處理 就不會是所謂的耗材 OK 我們談了很多小三 都不知道小三長什麼樣子 可不可以請你 實際上描述一下 小三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不是小三 它是小三的窩這樣 那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光觸媒 這一個高階光氧化作用的反應槍 OK 那個反應槍的能量源 就是你現在看到藍藍的 這個特殊紫外光 中間有個燈管 對手摸會有危險嗎 不會不會 那您可以聞一下 有沒有消毒水的味道 是有一點像你剛剛講的陽光 曬過太陽的味道 那我們最喜歡做測試就是說 如果有抽菸的人 或是口罩戴一整天的 放到這上面 十秒鐘味道就沒了 那我們的機器是 透過風扇帶風進去 所以穿過去 然後它帶走 它接觸時間百分之幾秒而已 這邊講個題外話 這個技術呢 除了用在空氣 也被用在 防治污染跟游泳池 那以前用濾氣消毒 因為濾 濾到水裡面會產生濾化物 又進去之後 輕則過敏 長則長久也是不好的 那所以 歐美國家已經 游泳池已經不太用濾氣消毒了 因為過敏這個問題還蠻大 所以就用這樣的技術 那有沒有什麼實際上你的案例 可以講出它的應用範圍 比如說我們講到黴菌 有一個個案是讓我覺得最 拜訪王媽眼淚差點掉下來 這麼感人啊 對 真的 他住在淡水 然後這個是一個六七十歲的先生 他因為意外整個下半身癱瘓 所以他連起床都要太太背起來 才能坐到輪椅上 但是因為淡水那個地方太潮濕了 然後他因為長期癱瘓 身上很多傷口罩口 然後也有人工的尿道 所以他在三年前到四年前那一整年 因為人工尿道感染 急性感染 一年七進七出急診室 瘦了十幾公斤 全身抵抗力非常差 他後來給我看那時候的 他身體的照片 我全身長很奇怪的疹子 我猜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很瘦很瘦 然後因緣際會把我們的機器 放到他的房間去 然後一直到我去拜訪他兩年半 兩年半一次感染都沒有 本來是一年七進七出 後來這兩年半一次感染都沒有 而且這兩年半也沒有 感染任何的新冠的病毒 好今天非常高興你來接受我們的腰房 今天真的學了蠻多的 環境是我們很重視的題目 多年來我們其實一直覺得 環境是要解決的問題 但是沒有一個好的方案 今天覺得還不錯 我想最後我來給你一個 快問快答了 好 來趕快讓我們的觀眾 知道一些題目 市面上有一種小型攜帶的 清淨機真的有用嗎 Yes and no Yes就是說 如果您在封閉的環境裡面 像車子裡面多少有用 但是如果在開放空間帶著跑 空氣的過濾是有效的嗎 布口罩跟醫療用的不織布的口罩呢 對於PM2.5的單次過濾是無效的 那我追問一個 N95有效嗎 N95有效 但是會很難呼吸 OK 好 對這是大家最大的問題 買家具的時候 我選過低甲權的 是不是就安全很多 是 就是低甲權認證 是在0.08ppm以下 就叫做0甲權的 好 它是0.08ppm 這個蠻重要的 是 OK 好 急了 好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請到李春元 李董 他是個台灣光觸媒產業發展協會的理事 也是我的校友 我們現在變成校友 李公男 希望今天我們的分享 能夠打開你的視野 看到我們對於空氣的清潔 有一個新的技術可以運用 那也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夠提升大家的健康 那我們今天的談話就到這裡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